中国大陆知名连锁火锅店海底捞被爆料 把海外分店的监视器画面传回中国 消息一出也让不少人担心 中国大陆的天网系统会不会被复制到台湾呢 民众更直言店家监控消费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记者也实际的走访了店家 天花板确实有不少的监视器 不过呢 业者解释 监视设备主要是为了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并且改进服务品质 更强调所有的影像 从来不会在台湾以外的地区备份 不过律师指出 要是店家没有经过消费者的同意 就把影像传输到对岸 恐怕会违反个资法 还会侵害到民众的肖像权 我只是消费者 那你监控这些事情到底为了什么 感觉被监视自己吃饭的样子啊 知名连锁火锅店海底捞金爆监控遗云 传出加拿大分店的监视器画面 被传回中国 民众担心台湾分店也可能有监控疑虑 变得比较没有隐私权 他会不会有什么监控系统 在拍我之类的 会对这个品牌企业会有一点迷思 就不知道他说 他的治安是不是到底真的是安全 还是有疑虑的 民众担忧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日前有网友到海底捞用餐 就po出这些照片 真的画面会说话 抬头一看都是监视器 记者实际走访 眼前就有1 2 3 4 5个镜头 不免让人怀疑监视系统的用途 他其实实际上是保护我们食品 安全及顾客的权益 而且我们去这员工 基本员工也没有办法去看这个 说是要保障顾客权益 也强调店内有贴告示 提醒顾客已经进入图像采集区域 律师指出拍摄顾客在公共区域用餐 并未违法 但如果加以传输 恐怕会触法 被拿来做传输 甚至传到国外 传到中国大陆去 没有得到消费者的同意之前 会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以及可能侵害到个人肖像权的问题 经济部已经喊请海底捞 在台投资人说明相关的情形 对此海底捞发表4点声明回应 录影设备是要保障消费者权益 并改进服务品质 录到的影像不会有任何保存行为 并强调从未 且将来也不会在台湾以外地区备份 大动作灭火切割监视风暴 就是不想冲击消费者的用餐观感 这铃铛杨月达台北报道